这期继续讲这序第87篇,杨建民喜欢树,哪怕再快进入秋季的时节里,村民们仍然自掏腰包,为杨建民种下树苗。 以前他们总说杨建民种树苗太傻了,杨家庄都不存在了,种那些树又有什么用,现在,他们变傻了,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里种树,能不能成活还是一回事呢? 没关系,明年要有没成活的树苗,大不了他们再补上新的树苗,可是,明年,他们还在这里吗?杨家庄还在这里吗?他们很快得到答案。 经过学校一事,县里不得不做出紧急预案,原本杨家庄的搬迁一直没个确定的时间,现在定下来了,考虑到全体村民的安全,年前必须完成整体搬迁工作。 杨雷这个村支书的工作,一下子繁重起来,他必须得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和搬迁的协调工作。 而张国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由太原火集团开发的安置区,以最快速度,彻底完成收尾工作,配合村民能尽快住上安置区的房子。 本来县里对安置区的工程,有部分款项迟迟没有到位,导致安置区的个别设施一直没能落实到位,但现在张国金等不了了。 在原火集团的会议上,他提出用公司账上的资金,先进行垫付,力争快速完成收尾工程。 这天晚上,已是历秋之后,过了中秋节的一天了,杨雷来找张国金。 他找张国金也没有什么大事,在这段时间,他对所有村民都做通工了思想工作,已经有人先一步地陆陆续续往安置区搬家了。 随后居住的房子,会在推土机和挖掘机的共同协助下,进行销毁处理,变成一片废墟。 晚上明显地能感觉到天气凉了下来,杨雷蹲坐在王英花家门口的石探上,指着后面的房屋说, 我协调好了,明天会过来人销毁王沈的房子,你家挨得近,记得门窗关好,到时候免不了扬起灰尘。 张国金靠在土墙上,抱住双臂,明天啊,这么急。 一听说明天就要把王英花的院子销毁,张国金心里跟着一阵难过。 虽然王英花走了好几年了,可只要房屋还在,张国金就觉着能有个留恋的地方。 不急了,已经再往后拖了,你也知道,王沈家是土房子,按照规定,都应该是第一批被销毁的,也就是王沈走了之后,家里没人住,才等到现在。 杨雷撑了一下腿,把裤腿卷上一截,继续说道,我和王沈家的两个闺女协调过了,等明天就开始扒掉房子。 张国金没再接话,哪怕他再有不舍,也无法去改变什么。 杨家装搬迁是必要的,且是已经定性的。 矿场行动很快,已经完成了搬迁工作,接下来就是村民了。 你来找我,就是说这事,张国金随口问了一句。 杨雷摇头,当然不是,村里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我都做好了,在县里赔偿方案的情况下,乡亲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 个别有意见的,我也专门到镇上反应,做了沟通,指示。 说到这里,杨雷停顿了一下。 张国金已经猜测到,你想说虎妞嫂子吧? 没错。 杨雷点头说道,他不愿意离开杨家装,我找了他好几次,也让村里其他一些能说上话的,对他进行了沟通,可是,他还是不同意离开杨家装。 这样一来,你也知道,对搬迁工作是有影响的。 所以你想,让我去找虎妞嫂子沟通一下。 张国金说道,杨建民没有感到任何意外,以张国金混迹多年商场的经验,看人识人,什么事,什么话,一眼就能猜出来。 你还真是给我出难题啊。 张国金无奈地说了句,没办法,杨雷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他只能想到张国金了。 谁都知道这个工作是很难做通的,虎妞不愿意离开,当然是不想舍弃杨建民,他留在这里,就离杨建民能够近一些,刚死了丈夫,还没走出来,这是需要时间的。 国金,没有时间了,眼看着都快要入冬了,县礼规定,年前必须完成搬迁工作。 杨雷急啊,可再急,他也拿虎妞没有办法。 每次去找虎妞沟通时,虎妞总是轻轻摇头,不说一句话,她能说什么,那么可怜的一个女人,仅仅是想离丈夫近一些,又有什么罪过呀。 可是搬迁工作,势必是要进行下去的,不是个人能去改变的。 张国金松了口,我试试吧。杨雷从石子上站起身,走吧,现在去。 他一刻都等不了了。 张国金没有拒绝,能看出,因为搬迁工作,杨雷也是被镇上逼到一定份了。 毕竟再出现一次学校的事件,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从杨建民走后,虎妞家的院门一直关得很早。 但谁都知道,虎妞一定睡得很晚。 今晚和往常有些不一样,透过院门口的门缝,能看到从堂屋里洒出来的一丝光线,还能听到从屋子里传出的孩子打闹声。 虎妞没有一直沉浸在悲伤中,她是不是真的走出来了? 不好说,但她心里清楚,不能一天天哭丧着脸,两个孩子那么可爱,她得让孩子健康地成长。 只在夜深人静,望着床边空荡荡的一侧,她才能毫无顾忌地流下眼泪,抓住被子的一角,哽咽着不发出声音。 杨雷已经敲响了门,想过几声,屋子里喊了一声来了,一阵抽拉门栓,院门很快打开。 当借着堂屋蔓出来的光线,虎妞看到站在门口的是张国金,又看到旁边站着村里的杨之书,她便明白了。 杨之书,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会影响你们的搬迁工作,你们该进行工作是对的,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搬走。 虎妞轻叹了口气,这,真不行。 杨雷说道,这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工作,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杨雷一边说,一边拉扯着张国金。 张国金知道杨雷是让他来当说客的,刚想开口,就被虎妞拦了下来。 国金兄弟,你本事大,关系多,你跟县里说说,让我留在杨家庄,出了任何事,我自己承担。 不麻烦县里的,好不好,就当嫂子求你了。 虎妞真的是在近乎哀求的语气,从杨建民走后,他一直是这样的语气,记得刚嫁过来时,村里人哪里听过他这种口气,向来都是大嗓门,跟个汉子,鼻也不弱,谁也不怕。 别说村里没人会欺负杨建民了,真有欺负的,虎妞敢提着刀去砍人家。 而现在虎妞哀求的语气,让张国金想开口劝说他搬迁的话,一下子堵在喉咙里。 说句私心的话,要是没有杨建民,那招阳,张国金不敢往下想。 每每想到这里,张国金都会心如刀割般地难受,他亏欠啊,他一直想补偿啊,他又能补偿什么? 金钱,地位。可杨建民对这些东西压根没有兴趣,那些东西,还不如他眼里的一株卖苗珍贵,他只爱着这片深沉的土地。 他还能补偿什么?虎妞只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要求,他都办不到吗?他又该怎么办? 心里没有答案。见张国金迟迟没有应答,虎妞再次祈求,要不,嫂子给你跪下。 他是真不想离开杨家庄啊,他能求的,有能力帮他的,只有张国金这个大老板了。 张国金赶忙伸手去拦。 好,好,嫂子,我答应你,我去找县里说。 张国金心痛得无法呼吸,他不敢直视虎妞的眼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答应虎妞不现实的想法。 虎妞却看着他,笑了,在杨建民走后,第一次露出笑容。 国金兄弟,谢谢你,嫂子相信你,你这样说了,嫂子就信你的。 虎妞不是在说客气话,他是真的相信张国金能办到。 曾经他问过杨建民,为什么张国金和他没什么亲戚关系,还对他这么照顾。 结婚彩礼前,人家借了一大半,从来没催过一句让还钱的话,又给帮着修缮了新房子。 那么一个大老板,只要杨建民想,任何工作或职位,都可以不受公司人事部的约束,由他随意挑选。 杨建民也没有说太多,他只说,张国金的话,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 只要答应做了,就一定会办到。 这话是丈夫说过的,丈夫相信张国金,那虎妞也无条件相信。 张国金答应他,会和县礼说同意他留在杨家庄,虎妞就高兴了。 急的是杨雷,急忙把张国金拉到一边。 国金,你怎么能答应这种事,你得认清现实啊,怎么怜你也。 杨雷很想说,张国金怎么能耍小孩子脾气,可以想到现在的张国金,并不是以前的庄稼汉子了,就是现在县里的领导见到张国金,也不能不当回事。 县里的税收,圆火集团可贡献出很大一部分,还轮不到他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说不好听的话。 张总,学校这次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但凡再出现一次安全事故,县里都没法负责。 没人能担得了这个责任,为了村民的安全,杨家庄必须搬迁,一户一人都不能落下。 身为村支书,杨雷必须保持理智。 黑夜里,虎妞转身回了院子,将院门上锁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心上了一把锁。 随着屋里灯光熄灭,门口最后一丝光亮跟着消失不见。 张国金和杨雷两人,隐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地能听到堂屋里传出的声音。 你俩快睡吧。 妈妈,咱是不是不用搬走了?我不想走,妹妹也不想走。 不走,咱不走,你国金叔叔答应我们了。 好爷。 张国金不敢再听,往回走去。 杨之书,难道你真想离开杨家庄吗? 杨雷沉默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者不用回答,这句话应该问问杨家庄全体相亲,他们哪一个人想离开村子啊? 故土难离,总归是在村里待习惯了,祖祖辈辈都埋在这里,这里是他们的根。 可是,没办法啊。 因为煤矿,我们村里人跟着富裕起来,也是因为煤矿,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怪不得别人,怪不得任何人。 杨雷一脸落寞。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过程中,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他们不得不接受。 他们都说我有本事,可我连给建民哥留个房子,就这么一个小要求都办不到。 张国金带着求人的目光看向杨雷,以他现在的身份,轻易不求人的。 现在,他只得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到杨雷身上。 杨之书,你是村里的之书,真的没有办法让杨家庄留下来吗? 张总,我的张总,你怎么说些孩子话? 杨雷不得不改变对张国金的称呼,搬迁这种事必须要慎重对待。 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咱得面对现实啊。 张国金驻足,唯一的希望在预料之内,刹那间破灭,他仰头望向夜空,把他的房子留到最后一个拆除吧。 他欺骗了虎妞,也是第一次感到无能为力。 这样做,有这个必要吗? 杨雷仍然觉得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性。 留到最后一个又能怎么样,到时候还不是一样要拆。 就当给他一点安慰,哪怕一夜的安心呢? 张国金说完这句话,不再停留,转身回了家。 杨雷还想说什么,最后看了一眼虎妞家黑漆漆的院子,无奈叹息一声,也只能这样了。 虎妞需要时间慢慢缝补心伤,可杨雷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 秋很快来了,都到秋风扫落叶,往年这个时候,土地表面该积攒了厚厚的一层黄叶。 大人们扫成一堆,等晒干了,变成了灰色,用口袋装回家里烧锅。 有的甚至等不到装进口袋,堆成小山一样的枯叶,成了孩子玩耍的天堂。 跳进里面风闹,抓起一把羊到天上,整得乱糟糟的,免不了被大人骂一通。 今年,大人们想,他们不骂了,让小孩玩吧,可是,土地上却很难再看到一片落叶。 唯一落下的几片叶子,还是杨建民春季里种下的树苗,夏天长出几片宽大的叶子,等秋来了,才落下的黄叶。 一场寒霜过后,天气彻底冷了下来,须得穿毛衣了。 这两年的毛衣,大都是在镇上,服装店买的,已经没有人去扯毛线团,再去亲手打毛衣了。 县里负责村里搬迁工作的督导组来了几次,每次都有杨雷陪同,监督检查村里搬迁工作的进展程度。 一般晚上的时候,明显地能感觉到村子里的寂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即使在夜里,也有狗吠,猫叫,虫鸣,鸟蹄,总归是带有声音的,伴随着这些声音,能安睡一整晚。 现在夜晚的寂静,是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任何声音,因为村子里搬走了一大半的人家。 白天倒是无法安静,想清静一会也不行,推土机,挖掘机,拉废土渣的货车,一罩又一趟,推完一户又一户,实在没个清静的时候,锅躁得不行。 没走的那些人家,基本上家里的大件也都运到新房子了,剩下的一些生活用品打成包,随时等车拉走。 自己家有车的,搬得快一点,没车的,等着借用邻居的,不着急。 仅仅是嘴上说着不着急,心里面却想着在村子里能多待一天是一天,多待一分钟也行。 张国金倒是搬得很早,他不过是个倒插门的上门女婿,对杨家庄远没有其他土生土长的村民那么留恋。 可真是这样的吗?或许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因着杨家庄的很多人,导致他对杨家庄村子的感情同样复杂, 却又只能珍藏在心里,像老酒一样,慢慢品味。公司的事太多,他不能走开, 尽早搬了,也就尽早省心了。就家具之类的,白哥舍不得扔,能送人的基本上都送给村里人了, 衣服之类的,都搬到了镇上的房子里。现成的房子,家具什么都是新买的,不适合再放就东西了。 有好几天没在杨家庄住了,这次回来,也是把最后的一点生活用品带走,顺便把门锁上。 说实话,当初盖这个房子,用得全是好砖料,质量结实得很,和村里房子相比。 他这房子只要不发生深度塌陷的问题,支撑下去没问题。 可这谁又能说得准,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离开了也就安全了。 邪队门不远,王樱花的土房子早就推平了,一眼望过去,空荡荡的。 对此地,张国金更是没了任何留恋。 小卖部里面空荡荡的,这间小卖部,承载了多少人的记忆。 村民们家里缺点啥,已经习惯来着购买了。 无数个夜晚,他们总会提着小板凳,到这里坐一坐,一边看电视,一边聊聊天。 还有无数个黄昏,当橘黄色的夕阳洒在货架上时,孩子们背着布书包从校园里跑到小卖部, 只为了吃上一口他们认为最好吃的东西。 小卖部成了感情上的一根纽带,连接着村子的这头和那头,也连接着时代的这头和那头。 纽带断了,孩子们不在了,堆满货架上的零食和学习用品也不在了。 剩下几组定在墙上的空柜子,也已破旧不堪。 没有送人的必要了,就让他们留在这里吧,和门口那棵老槐树,一起留在这里。 昭阳很执拗,怎么也不愿意让人刨了他的那棵树。 有原因的,不知怎么的,昭阳仅剩的一对鸽子,突然在一天消失不见了,飞到了哪里? 没人知道,总之是不飞回来了。 可能鸽子也觉察出来,在杨家庄浩浩荡荡的迁徙中, 大车小车,驾车子,自行车,载着大包小包,载着对故土的记忆,弯着腰向镇上走去。 村里所有东西都不在了,鸽子也就不想回来了。 即使回来,村里连个落脚的地都没有, 所以昭阳一直坚持没让砍掉那棵老槐树, 万一鸽子哪天又回来了,还能有个落脚的地。 上车之前,张国金望着白墙红瓦房,满心不舍, 在村子里,大多都是红砖灰瓦房,像他这样气派的房子可不多建。 建房子时,他按照图纸上规划好的房子布局,向白哥描绘出来。 白哥一听,就知道费钱,他觉着没有必要盖太好的房子, 张国金坚持要盖好房子。 不为别的,只为了给白哥最好的生活。 想想和老丈人分家,刚来时,还是四面漏风的老祖宅, 看上去可吓人了,后面,还住了一阵临时搭建的棚屋。 想想那时候,生活真挺苦的,咱也想不到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白哥似乎也陷入了回忆中,突然没来由地说道, 其实那时候也很幸福。 从前,乡村宁静,人们的欲望在庄家地里, 吃饱喝足,便能幸福一整年。 而如今,人们的欲望多了, 金钱,名利,房子,女人,那么多的可选择性, 怎么就不幸福了呢? 风从遥远的远方吹来,似乎在诉说着答案一样, 呜呜作响,吹拂起白哥额前的发丝。 今年是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 明年是2000年,也叫千禧年,将是下一个世纪的开始。 杨家庄的人们,也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往事如梦,如烟,张国金知道再依依不舍, 也要到了离开的时间。 我们该走了。 张国金向轿车前走去, 对一旁的昭阳喊道, 上车。 昭阳并没有急着上车, 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学校, 风把校园内的红旗, 吹得萨萨作响, 张国金不自觉地抬头看去。 大霸, 那是唐校长。 昭阳指着校门口几个人。 张国金的目光向下移, 掠过学校门口国政小学四个金灿灿的大字, 再往下, 确实是唐校长。 带了几个人, 正在忙碌着什么? 唐校长。 张国金远远地打了声招呼, 见到唐校长, 总要说句告别的话。 张国金迎着, 走了过去, 等他, 渐渐靠近唐校长几人, 心里面开始生起疑惑。 这是, 张国金指着唐校长一行人开来的一辆小型货车。 车斗内, 是一个石膏材质制成的, 像是雕像。 仔细看了一下后, 通过雕刻的形状, 确实是雕像, 从胸口起, 是上半截身子的雕像。 往下是一块方形形状的石膏, 再往下是一人多高的大理石, 整体连在一起。 下半身呈灰色, 上半身呈白色, 血一样的白。 唐校长没有立刻回答张国金的问题, 而是让几个来的帮工, 把雕像用鞋带的简易支架卸了下来。 张国金赶紧去帮忙, 帮工腾出手, 在唐校长的指挥下, 定好位置, 开始在校门口一侧挖坑, 挖得很深, 直到能把雕像下面的大理石放下去一截。 深坑里, 还做了特殊基层处理, 埋上玉埋剑, 灌上水泥沙浆, 这样就能让沉重的雕像, 牢牢地立在那里。 做完这一切,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几个帮工累得满头大汗, 唐校长让帮工们先行离开。 张国金正在望着雕像上人物的样子, 他被震撼地说不出话。 学校出了这件事, 是我这个当校长的责任, 我对孩子的安全没有意识, 疏忽了管理, 我已经辞掉了校长一职。 唐校长轻轻地说着, 能听出来, 他在刻意地压抑着情绪。 张国金没有接话, 他还在被雕像的样子震惊着。 其实, 说怪谁, 非要怪谁, 张国金真的说不上来一个答案。 从三年级教室出现裂缝, 唐校长已经紧急对学生转移了出去, 后来的事, 是大家没有料到的。 能怪谁啊, 怪那几个调皮的学生, 派出所后面已经专门对那几个学生, 进行了思想教育。 怪昭阳不该带着班里的学生, 去到三年级教室, 那天张国金回来, 到一。 院时, 见到昭阳的第一件事, 就是抽出皮带, 他要狠狠地教训一下昭阳。 要不是昭阳带着班里学生和对方起了争执, 或许就没有后面的事。 昭阳哭着说, 你打死我吧, 打死我吧, 只要建民大爷能活过来, 打死我, 我也愿意。 看着昭阳脑袋上缠了一圈的纱布, 张国金握着皮带突然心软了。 在最后一刻, 杨建民把昭阳和另一个孩子推到了墙角。 杨建民的想法, 当时那种环境, 墙角或许是唯一能存活下去的地方。 他把唯一能存活下去的地方, 给了昭阳和另一个孩子。 昭阳很勇敢, 他要陪昭阳继续找人, 他要留在最后一个走, 在教室他掉的一瞬间, 躲在墙角时, 他仍然用小小的身子, 紧紧地护住另一个孩子。 那时他该多绝望啊, 他也想自己的上面有大坝能护着吧。 哪怕他被上面的砖块砸中脑袋, 他吓得瑟瑟发抖, 仍然牢牢地守护住另一个孩子。 他很勇敢了。 张国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他真不知道该去怪谁, 就像杨磊说的, 杨家庄走到现在这一步, 怪不得任何人。 唐校长, 杨家庄都要不存在了, 没必要立个塑像了。 张国金转移了话题, 他害怕回忆当时的场景。 唐校长轻轻抚摸着雕像, 建民是个英雄, 就当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点事。 张国金注意到, 杨建民石膏塑像下面的方形石膏上, 还撰写了几个红色大字, 不是杨建民的名字, 是很简单的一行字, 杨家庄的孩子。 不用刻意地去写名字, 也不用太多介绍生平的话, 乡亲们会口口相传下去。 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 要比什么雕刻的字迹 都具有感染力, 这种传承将永不褪色。 杨家庄的孩子 简简单单六个字, 概括了杨建民的一生。 起风了, 红旗在空中飘扬。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朝阳把杨建民塑像的事, 奔跑着告诉了小伙伴, 小伙伴们又告诉了家里人。 家里人停下了打包衣服, 停下了赶车, 停下了一切, 他们先是在家里, 在路上驻足停在那里, 接着, 他们默契般地, 自发地向学校门口赶来, 会成一股细流, 慢慢地又会成一片人海, 聚集到学校门口。 来了很多人, 还没离开村子的, 全都来了, 人山人海。 张国精恍惚起来, 他想起挂在办公室的那幅画, 也是这样, 汇聚了很多村民, 人山人海。 那是杨家庄最初的样子, 他觉得, 现在也是。 他们怀揣着对杨建民的敬爱和思念, 再次如泉涌般站在杨建民的塑像前。 望着那一幕, 唐校长不安地在人群前走动着, 他以老泪纵横。 等他看到站在人群里的孩子, 试着向他们招手, 孩子们听话地走了上去。 唐校长一个个让他们站齐, 有好几排, 随着他洪亮的声音响起。 敬礼。 孩子们刷的一下, 举起右手, 五指并紧, 高举头上, 向着杨建民的塑像, 向着闪闪发亮的国政小学, 向着迎风飞舞的五星红旗, 这以最高的敬意。 乡亲们满含泪水, 默默地低下头。 张国金也早已热泪盈眶, 他不忍心再看, 在萨萨作响的红旗飘扬声中, 转身上了车。 村民们的身影 一点点地消失在后视镜中, 白哥看到张国金脸上, 流满了泪水。 学校大门口 多了一座杨建民的白色塑像, 虎牛没有第一时间见到这一幕, 有村民告知他了, 他不愿意出来。 可能是他不敢看吧。 那为什么晚上又一个人偷偷出来, 站在杨建民的塑像前, 就那样抱了一整夜? 这段时间, 虎牛几乎很少出门, 他见不得村里房子 被扒塌掉的样子, 更听不得房子倒塌之后, 轰隆地声响。 那句响声, 总让他忍不住去回想 丈夫惨死的场景。 每当有房子发出轰隆的一声, 虎妞都会像个孩子一样躲在被窝里, 他害怕极了。 杨家庄开始了大迁徙, 如同成群的候鸟, 可和候鸟又有本质上的区别。 春天的时候, 候鸟还会回来, 而它们却永远不会回来了, 很多人, 很多事,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那段时间, 从零零星星地只拆除微房, 到最后村民陆陆续续搬走之后, 开始成片成片地拆除, 轰隆声一声接着一声, 一片连成一片。 虎妞最害怕的是, 会不会有人来拆他的房子, 尽管张国金已经答应过他, 会和县里说, 同意他留在杨家庄。 张国金是大老板类, 连县委书记都认识, 只要他说上一句话, 绝对好事, 县里一定会可怜他这个女人。 没有别的要求, 房子是他唯一的念想, 只要房子在, 他就觉着杨建民没有离开他。 虽然他这样想, 可心里还是没底, 总是害怕有人来拆掉他的房子。 他这样担心着, 常常夜里睡不好, 翻来覆去的。 杨家庄开始了大迁徙, 浩浩荡荡, 如牛群一样。 房屋推倒变成一片空地, 早就没了杨树林子的杨家庄, 彻底地无遮无挡, 一望无际地辽阔平原被大雪覆盖。 远处, 零零星星地, 可见几棵枯枝伸展开的歪脖子树, 仍然注立在田间地头上, 在风雪中, 似是孤独的卫兵一样, 守卫这片土地最后一刻。 大雪茫茫, 北风呼啸, 杨家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房屋, 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宿命。 产业基地的养猪场和养鸡场已在前段时间, 搬迁至镇上, 留下学校和村委会暂时还未拆除。 除此之外, 还能看到一家特立独行的房子, 在无遮无挡的视线中, 一眼就能看到。 那是虎妞的房子, 在辽阔的平原大地上, 显得极为突出, 又是那样的孤独, 荒凉。 杨家庄已经断电, 杨雷真不知道虎妞是怎么带着两个孩子熬过来的。 虎妞像是回归到最原始的生活一样, 在经济繁荣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代, 她点煤油灯, 烧柴火。 每当饭点的时候, 你会奇异般地发现, 荒芜的杨家庄遗址竟然还有一丝人间烟火。 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升向天空, 风雪中, 很快就会消散, 又源源不断地冒出, 带着一股倔强和韧劲。 与世隔绝般, 虎妞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对于虎妞来说, 美好的生活总归是太短暂了。 张国金也像是回归到以前的生活, 他的生活当然是在生意场上, 每天忙忙碌碌,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生意随之越做越大。 可是, 要是问他快乐吗? 难免会露出苦笑, 他的心还在杨家庄。 即使杨家庄已经一味一片平地, 他仍然挂念着虎妞和他的两个孩子。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虎妞不知道, 他的房子压根保不住, 而且能够留下去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那天, 张国金接到电话的时候, 是杨磊打来的。 电话那头, 杨磊很着急的样子, 能听到从胸腔里的喘息声, 还有周遭大型机械发出灯灯的声音。 张国金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 该来的还是来了。 国金, 你总算接电话了, 你跟虎妞说说, 他应该听你的, 都是相亲, 没必要弄得没法收场。 杨磊的话戛然而止, 电话被虎妞抢了过去, 张国金从办公椅上站起身子。 国金兄弟, 他们要扒我的房子, 你快来和他们说说, 嫂子知道你是大老板, 你忙, 你要是没时间回来, 你跟县里说说, 让他们不要扒我的房子。 虎妞的声音急促, 生怕说不完事的, 几乎要哭出来了。 杨磊的电话被夺走, 是因为虎妞的两个孩子抱住了他的腿, 张开嘴就咬, 导致电话被虎妞一下子抢走。 两个孩子觉着这是个坏叔叔, 带了一群人来扒他们的房子。 咬人的时候下了死劲, 杨磊硬是忍着小腿上的剧痛, 不吭一声, 也不忍心把孩子推走, 就那样任由两个孩子咬着。 按照张国金的意思, 杨磊已经将虎妞的房子拖到最后, 村民们按照规定早已陆陆续续搬走, 不能再拖了, 为此他挨了镇上好几次批评。 镇上下了死命令, 等下次督导组的视察, 杨家庄不能再看到一间立着的房子。 杨磊顶着巨大的压力, 一直想和虎妞心平气和的沟通, 相礼相亲的, 他不想弄得没法收场, 可虎妞仍旧坚持己见, 不愿意离开杨家庄, 沟通过很多次, 全都以失败告终。 风雪停下的第二天, 镇上首先失去了耐心, 决定绕过杨磊, 直接带人来拆除房子。 杨磊得知消息的时候, 急忙带了一些村里人赶赴现场, 他了解虎妞的性子, 强行去拆除, 怕是要出乱子。 来到现场, 杨磊说服镇上, 由他先和虎妞再进行沟通一次, 镇上白白手同意了。 这次杨磊带着乡亲们一起劝说, 所有人都走了, 杨家庄断店, 这里已经不能再住人了, 生活上也不方便, 就当是为了两个孩子考虑一下, 赶紧搬走, 要不然怎么熬过这个冬天。 虎妞似魔症了一样, 对于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一点, 他固执地摇头, 镇上彻底失去耐心, 才发生刚才争执的一幕。 没了任何依赖的虎妞,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国金身上, 杨建民活着的时候, 张国金是真心帮助他们的。 虎妞能感觉到, 他相信张国金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答应的事, 一定会做到。 这个时候, 虎妞实在不知道该依赖谁了。 他一个女人, 一个可怜无助, 孤苦无依的女人, 还带着两个孩子。 看到那些人要拆他的房子, 他绝望又害怕, 不停地哭诉, 嫂子求你了, 你和他们说说。 嫂子你听我说, 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 一旦发生地面下沉, 住在房子里很危险, 将来也是要他掉的。 张国金说的这些话, 杨雷说过八百多遍了。 奈何虎妞压根不去管这些问题, 他只想守着杨建民守着的土地。 这样是死不渝的女人, 是令人佩服的。 可这个时候, 安全才是第一, 不管生活多么苦难, 人首先要坚强地活下去。 虎妞以后的生活, 张国金早已提前做好了安排。 在虎妞的抽气声中, 张国金赶紧说道, 嫂子, 后续的事你不用担心, 在镇上的安置区, 我把你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 随时可以搬进去住, 家具什么的也都买好了。 还有, 你要是不想在镇上住, 县里也可以, 老程, 新程的房子, 你随便挑。 张国金压根就没有办法让虎妞的房子留下来, 在大环境的趋势下, 任何个人的行为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虎妞仍然不放弃地恳求, 不, 我不要别的房子, 我不要, 我只要和建民的房子, 求求你了, 你和县里说说, 你答应嫂子的, 建民说了, 只要你答应了的事, 你一定能做到, 嫂子求你了。 虎妞哭诉着祈求, 听得张国金心如刀割,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劝虎妞接受, 似乎, 也不用劝了。 他在电话里, 听到有人抓住虎妞打电话的机会, 紧急做出指示, 大喊一声, 就是现在, 快拆。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随着虎妞的一声淒厉喊叫, 电话里彻底安静了下来, 无声无息, 一如风雪掩盖下的辽阔平原。 刹那间, 听到电话里的巨响声, 张国金惊恐地扔掉电话, 他害怕极了, 杨建民就是在这样的巨响声中倒下的。 虎妞应该也很害怕吧, 贪软在椅子上的张国金, 已经无法得知现场发生的具体事情了, 他只能听到未挂断的电话里, 有嘈杂的脚步声, 向着另一个方向越传越远, 直至消失在土地里。 虎妞并没有害怕, 房子被推倒了, 所有人都以为虎妞也该放弃了, 或许会哭, 也可能无力地再闹一闹, 会瘫软下来, 乡亲们已经去扶他了。 他们认为虎妞被打败了。 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 被架住身子的虎妞, 看到挖掘机向着学校方向慢慢移动过去。 虎妞突然震开了它们, 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子, 向着学校的方向冲了过去。 快, 快, 拦住它。 现场乱成了一团, 很多手伸出去, 想去抓虎妞, 但都被虎妞正开出去。 这段时间里, 虎妞明明一直软绵绵的, 做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 偏偏在这一刻, 它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气, 女人拦不住它, 男人同样拦不住它。 虎妞当时只有一个信念, 房子没保住, 学校必须保住, 学校不在了, 那杨建民的塑像也必然不在了。 它披头散发地冲到学校跟前, 用身子抵住白色如雪的塑像, 怒目原睁, 你们要是拆学校, 先从我身上压过去。 最让人惊奇的是, 虎妞的两个孩子不再哭闹, 跑到妈妈跟前, 一人一边守在塑像的两侧。 塑像就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俩孩子问过妈妈, 爸爸去哪了? 什么时候回妈妈总是 把俩孩子拦在怀里, 一边晃一边说, 爸爸在学校跟前, 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睡觉? 爸爸在学校门口睡, 那爸爸不冷吗? 来, 不冷, 爸爸身上一直热乎的, 妈妈会给他暖热。 所以, 两个孩子认为塑像就是爸爸, 和爸爸长得一样嘞。 那群坏人拆了房子, 还要把爸爸拆了, 俩孩子知道哭没有用, 刚才哭了, 房子还是被拆了。 所以, 这次俩孩子不哭了, 要保护爸爸。 脏兮兮的两个小脸蛋, 像妈妈一样, 面容带着坚定。 这可把镇上的人气坏了, 挖掘机停在路上, 他们犹豫起来, 看虎妞那架势, 是要和学校共存亡了。 正当他们想办法, 如何像刚才那样, 把虎妞骗到一边, 在进行拆房子时, 让他们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还向着镇上, 帮着去劝虎妞的一群村民, 竟然临阵倒戈, 全都聚集到塑像前面。 学校门口, 面对挖掘机, 推土机, 声音坚定地说, 学校不能拆。 杨家庄所有的东西, 菜园子, 牲畜卷, 房子, 都可以拆得一干二净, 唯独学校不能拆。 为了让孩子们就近上学, 少遭点罪, 建成这所学校太不容易了。 但凡了解点杨家庄历史的人, 都知道这所学校 承载了怎样的历程。 张国正, 王英花, 再到现在的杨建民, 国正小学是被热血筑成的。 此刻天寒地冻, 村民们的心却是热血沸腾, 带着一往无前的坚定, 和虎妞, 和两个孩子, 一起守护着学校。 校园里的红旗, 在寒风中, 早已被吹得破旧, 但萨萨作响的声音, 仍然像柱威的鼓声一样, 使村民们的心热血澎湃。 杨泪一看村民的那架势, 心里面就可以确定了, 要么学校无法拆除, 要么今天拆了, 但同时得死人。 这就是虎妞和村民的决心。 趁镇上, 犹豫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杨泪上前说, 我看学校没必要拆, 反正村里所有的房子都已经拆除完毕, 可以向县里交差了。 镇上的人不为所动, 学校是公价的房子, 拆不拆, 得需要手续。 杨泪健好好, 和他们说不行, 索性也不顾忌了, 真要拆了学校, 只怕今天要出人命。 镇上的人, 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他们也看出来了, 拆一个房子, 刚才都费了好大劲, 那还只是一个女人不同意的情况下, 这要是再去强拆所有村民都不同意的学校, 的确不好办。 拆学校是小, 闹出人命, 那谁也担不了责。 镇上的人松口了, 也只是暂时松口, 等到挖掘机晃有着驶出村子。 所有村民也跟着松了口气, 虎妞再也没了力气, 瘫倒在杨建民的塑像前。 杨雷捡起雪地上的电话, 对那头的张国金说, 虎妞带着村里人把学校保住了, 我们都应该感谢他。 他不确定张国金有没有在听, 但他此刻有很多心里话想说出来。 国金, 你问我有没有办法让杨家庄留下来, 学校要是能留下来, 也算是一个办法吧。 张国金当然听到了, 虽然从电话里传出的声音很轻, 可在寂静的办公室里, 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 他甚至能想象到当时的场面, 很多次, 他也曾带领杨家庄村民, 经历过那种热血沸腾的场面。 如今, 他的心似乎不再沸腾了。 日子平静下来, 杨家庄也随之安静了, 整片平原被白雪覆盖, 白茫茫地, 掩盖掉过往, 掩盖掉一切, 无声无息。 只有那被白雪覆盖仍凸起的杨树根, 可以证明曾经有个村子坐落在这里。 每个走出去的人, 都要试着接受现在的日子。 张国金也在尝试接受现在的日子, 不用想着每天下班赶回杨家庄了, 好像一下子多出不少时间, 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 他迷恋上了另一种生活。 这种生活谈不上纸醉金迷, 却享受放歌纵酒的名利场, 每天如醉如梦, 一滩烂泥一样。 一个不爱喝酒的人, 突然恋上喝酒, 谢君知道, 张国金失去了奋斗的方向, 是在借酒精麻醉自己。 人一旦是这种状态, 尤其是对掌舵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来说, 那真是太可怕了。 素娟, 这样不行啊, 再这样下去, 他人就废了。 谢君站在办公室门前, 却没有推门进去, 屋里的张国金一定没有醒来, 正消耗着昨晚体内的酒精。 每天都是如此, 以前是那些酒厂比较重要, 他不得不参加, 有时候也不得不喝, 现在是, 他主动窜多一些朋友喝酒, 也不一定是朋友, 反正只要能陪他喝酒的, 那他就认为是朋友。 大都是一些酒肉朋友, 纯粹是蹭吃蹭喝的, 他也不在乎, 这样喝下去, 毫无意义。 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整天沉溺于酒厂, 说出去, 要被人笑掉大牙的。 为了不影响公司的声誉, 谢君还专门对公司人安排下去, 不得向别人透露董事长的行踪, 因为张国金的行踪 是在大街小巷间, 跟一些混子流氓随时随地都能喝起来, 严重损害了张国金以及集团的形象。 对于一个大型民企来说, 企业形象太重要了, 谢君不得已才去那么做。 原本以为张国金发泄几天, 事情就过去了, 但和想象的不一样, 这都半个月了, 眼看着都要过年了, 张国金仍然沉溺在酒厂, 今年的年会还办不办了? 年终总结还做不做了, 下年的公司部署还计不计划了? 很多事都需要张国金的参与和决策, 可他却是这个样子。 不行, 我得进去跟他谈谈。 谢君无法忍受这样的张国金。 一旁的夏宿娟拦住, 给他一些时间吧。 谢君不太认同, 恐怕这次不一样。 从杨建民走后, 张国金这段时间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秋末冬出前段时间, 他的父亲去世了, 死之前已经瘦成了一把干柴, 其实当时还能为老爹延续生命, 大哥是这样想的, 现在几个兄弟都有钱, 不如把老爹送到最好的医院治疗, 家里完全有这个条件。 为此, 张国金专门到医院打听过, 咨询了最好的医生, 得到的结果是, 只要有钱, 延续生命当然可以。 但是, 要考虑一种情况, 病人从此之后, 只能靠机器维持生命, 身子上也会插满各种管子。 向大哥做了说明, 大哥仍然坚持为老爹延续生命, 不管花多少钱, 哪怕给老爹延续一年, 甚至一个月, 一天, 这个钱就值得花。 张国金考虑许久, 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告诉大哥说, 就让老爹安安静静地走吧。 大哥当时就生气了, 对张国金的话无法理解, 他知道三弟虽然坐了倒叉门, 不属于西口村了, 可村里人谁都知道, 国金娃子还是孝顺, 老爹生病期间, 一直通过关系, 在最好的医院寻找医治父亲的办法。 但父亲年纪大了, 手术风险是无法承受的。 对于西口村的乡亲也是, 每次回去, 都免不了提着东西去看望一些老人。 三弟是孝顺的, 却说出让老爹放弃延续生命的话, 大哥实在无法理解。 张国金耐心向大哥解释, 老爹活了一辈子, 苦了一辈子, 就不要在病床上折磨他了, 延续一年生命, 不过是为了满足儿女们尽孝的私心罢了, 那种孝心, 做给别人看也好, 做给自己看也好, 受罪的是老爹。 想想老爹躺在病床上不能动, 只能依靠浑身插满的各种管子, 大哥确实被张国金说动了, 三弟的话, 他得当回事。 只有二哥仍然无法理解, 骂三弟是白眼狼, 那样做, 让村里人怎么看, 肯定要骂他们三个兄弟不孝, 最后张国金说, 要骂就骂他, 决定是他定的, 和大哥, 二哥无关。 张国金不在乎村里人怎么说, 他尽量抽出时间, 陪伴老爹最后一段时间。 不想让老爹整日坐在轮椅上, 他会背着老爹在西口村到处走走转转, 西口村也有和杨家庄一样的河沟, 还有杨树林。 老爹走的那一天, 是靠在张国金的肩膀上走的, 那时候张国金觉着背上的老爹, 轻得像一捆柴。 那天夕阳西下, 他和老爹看到满天落霞, 像小时候一样, 老爹坐在田岗上, 身旁是他的四个儿子。 父母在, 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走, 人生只剩归途。 当身边的亲人, 挚友, 一个个消失在生命的长河中, 那种孤苦无依的感觉, 就像是水里没有根的浮平, 随着水波荡啊荡, 不知道下一站要飘向哪里。 张国金就是这样的状态, 他认为自己现在要金钱有金钱, 要地位有地位, 每个人见到他无不是恭恭敬敬的, 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顶峰, 是多少人奋斗一辈子也拼不出来的结果。 那么剩下的日子, 他觉得自己享受人生没有什么错, 醉生梦死, 浑浑噩噩地度过下半生, 这样的日子是多么快活, 可偏偏这个谢君见不得他过好日子。 比如这天有人来圆火集团大厦找张国金, 就被谢君拦在了门外, 对方一看就是没有正事的人, 几个人穿着流利流弃的, 而且一进门就对着保安大呼小叫, 说张董事长是他们的大哥, 吵吵闹闹, 保安要是不让他们进去, 就让大哥开除他们, 弄得保安只好把谢经理叫了出来。 谢君一看到对方的穿着, 一切就明白了, 不是他以貌取人, 实在是这几个小子混不愣, 竟然还指挥, 他赶紧端茶道水, 好生招待, 否则大哥来了, 绝没有他谢君好果子吃。 谢君懒得跟对方废话, 眼一瞪说道, 赶紧滚, 这地方不是你们来的地儿。 几个小子不乐意了, 要知道, 昨晚圆火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谢君的顶头上司, 还在跟他们搂肩搭背, 称兄道弟地喝酒呢。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信不信让我大哥开除了你? 谢君当场来了气, 我不管你们是谁, 我是公司的经理, 一切由我说了算, 我不让你们进, 你们就不可能进去。 几个小子笑开了, 其中一人大言不惭地说道, 原来你就是经理, 那好了, 你可以卷铺盖走人了。 谢君还在疑惑, 另一个小子发话了, 大哥昨晚跟我们喝酒的时候说了, 让我们都带公司上班, 而且还许诺了, 让我来当经理, 所以吗, 你可以走了, 以后这里有我负责了。 谢君一下子被气乐了, 感情这几个小子不是来找张国金喝酒的, 而是来上班的。 不用说, 一定是昨晚张国金在跟这几个小子喝酒的时候, 许诺了什么。 至于是这几人趁张国金喝醉, 主动讨要工作, 还是张国金主动许诺的, 便不得而知了。 圆火集团不说在平山县了, 就是放在市区、省城, 那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 工资、福利、待遇, 都是最好的, 也都以进到这里面工作为荣。 只是这几个流利流弃的小子, 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 平时招聘, 人事安排, 那就是大学生来应聘, 也要严格考察, 而像这几个小子, 那更是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 还想当经理, 简直白日做梦。 谢君可没时间跟几个小流氓废话,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对保安吩咐道, 把他们几个给我扔出去。 哎哎, 你这是干啥? 我是经理。 我要找我大哥, 昨天拜过把子的, 让我大哥开除你们, 别拽我呀, 我看今天谁敢动我。 我可是经理, 谢君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转身坐电梯上了九层办公室。 董事长办公室大门紧闭, 谢君站在门外能想象到里面的场景, 堂堂圆火集团的董事长, 一定是因为喝醉酒躺在里面睡大觉呢。 夏宿娟一直在说给她一些时间, 让她自己慢慢消化, 她相信张国精会好起来的, 像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败她。 可事实上, 并不像想象的那样, 已经连着一个月了, 非但毫无振作的迹象, 还愈演愈烈一样, 那公司的人事安排, 能是喝长酒, 就随意许给别人的吗? 还是一群不正混的小流氓, 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为儿戏。 谢君实在看不下去了, 带着一肚子气, 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顿时, 满屋子的酒精味, 熏得她直皱眉头, 看着沙发上呼呼大睡的张国精, 谢君无奈地摇摇头, 走到窗户跟前, 把封闭的窗帘拉开。 阳光洒了进来, 驱走满屋子的黑暗, 却驱不走张国精心底的黑暗, 也驱不走谢君的失望。 蔡秘书在这时走了进来, 手里面一手端着打包好的饭菜, 一手拿着一份报纸, 进到办公室里面, 对于满屋子的酒味, 没有像谢君那样表现得明显。 蔡秘书似乎习以为常了一样, 对张国精的行为也是见怪不怪了。 一个工作能力突出的秘书, 竟然像保姆一样, 照顾起张国精的日常起居。 谢经理, 蔡秘书进门打了声招呼, 先放那把。 谢君随后说了句, 张总这样。 谢君点头, 我知道, 等会我和他沟通一下。 蔡秘书把报纸放在办公桌上, 这是今日的早报。 随即, 蔡秘书走出了办公室, 谢君随意瞥了一眼桌子上的报纸, 已经累积了厚厚的一打。 张国精一直都有看早报的习惯, 他说过, 信息的重要性, 是企业走向的关键。 因此, 他每天都要保持看报纸的习惯, 而现在桌子上厚厚的一打报纸, 证明他已经一个月左右没去翻动了。 过了一会, 张国精悠悠醒来, 看到站在窗户跟前的谢君, 也没有开口说话, 静静地发着呆。 谢君摇了下头后, 把蔡秘书刚才送来的饭菜拆开, 取出最上面的一碗粥, 放在张国精面前, 喝碗粥吧, 胃里能舒服点。 看到张国精这样子, 谢君心里也很不好受。 张国精点了点头, 谢谢。 在张国精小口喝粥的间隙, 谢君忍不住说道, 刚才有几个人找你, 还说你是他们的大哥。 拜过把子的, 我把他们赶走了。 张国精双手端餐具的手停在那里, 他愣愣地微微抬起头, 好像记起昨天喝酒的场面一样。 对谢君感人的做法, 略带不满, 是吗? 那你没让他们进来。 让他们进来, 谢君提高了嗓门, 怎么? 你还真成了他们大哥, 那看来, 他们说的经理仪式也是真的了。 张国精记不清具体的事情, 什么经理的事? 谢君指着窗户外面, 你许给他们, 让他们来当经理。 见张国精没有立刻接话, 谢君有些崩溃, 行, 看来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我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我走, 你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过来, 即刻上任。 说完, 谢君真的甩袖离去, 被张国精一把拽住, 君哥,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来当经理? 张国精换了一个姿势, 无力地靠在沙发上, 我就是喝醉了酒, 压根不弃地说过那话。 谢君转过身, 坐在张国精旁边, 他根本没有真要走的意思, 他也不相信张国精会让几个小流氓来当经理, 尽管张国精每天沉溺酒场, 也不至于糊涂成这样。 刚才说那话, 也是出于心里生气。 他想和张国精好好谈谈, 耐心地说, 国精, 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们不能还停留在以前, 日子总得往下过, 公司还要向前看, 很多事, 还等着你处理呢? 你说你天天跑出去喝酒, 让别人知道了, 多影响咱公司的形象, 你说董事长是个酒盟子, 谁还敢跟咱公司合作? 还有, 你本来就不胜酒力, 照你这样喝, 身体早晚喝垮。 谢君叹了口气, 你要是想喝, 我陪你喝, 小酌几杯, 聊聊天, 何必去跟那些人喝得烂醉? 谢君的话很有道理, 是在关心朋友, 也是在关心公司, 听得张国精心里暖暖的, 说实话, 真正的朋友, 当然还得是谢君这样的, 不像那些人, 只是想蹭吃蹭喝, 只会捧你, 能把你捧到天上, 压根没人, 会真正关心你的身体。 张国精表示自己知道了, 以后会多注意, 随后站起身, 从桌子上的一打报纸中, 随便抽出一张, 擦了擦嘴, 扔到了地上。 谢君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听明白了, 反正该说的, 他都说了, 只能让张国精慢慢消化, 他也相信, 张国精一定会振作起来。 出门之前, 谢君捡起地上卷成一团的报纸, 刚想随手扔到垃圾桶里, 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扔, 用手展开摊平, 放在了桌子上。 谢君关门离开的时候, 他看到张国精站在窗户跟前, 望着外面的风景一动不动。 今日天气不错, 天蓝蓝的, 许是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也许是谢君的话起到一定的作用。 张国精站在窗户前, 心情开阔了许多。 他想出去走走, 漫无目的地转转也好, 沉寂了一个月, 确实让很多人都跟着担心, 他也不想再这样下去。 整理了一下衣服, 转身正想出去的时候, 无意中, 他撇到桌子上刚才被扔掉的那张报纸。 当着谢君的面, 他也没有顾忌形象, 喝完粥, 直接用报纸随意擦了一下嘴。 现在那张被展开的报纸上, 还留有一颗大米粒。 大米粒当然不足以吸引他的目光, 他是被上面一个名字所吸引的。 齐立东, 张国精对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 是那个省城日报的记者, 也是刘晓和的丈夫。 他有看报纸的习惯, 市场变化太快了, 常常在你还不知道的情况, 很多事都已悄然发生改变, 因此, 他对传播的信息非常看重, 有时候也会和一些同行业的人交流, 以此随时掌握市场的变化, 抓住一瞬而逝的机遇。 蔡秘书每天都会给他送来固定的报纸, 早报, 省城日报, 只要是权威的报纸, 不管再忙, 都会抽出时间看完, 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只是这一个月来, 他似乎把习惯丢弃了, 而蔡秘书仍然进到本职工作, 不管他有没有看, 也会把报纸按时送到办公室的桌子上。 张国金拿起那张报纸, 看看齐立东写了什么, 随意看了一眼标题, 刹那间, 他的目光被彻底吸引过去。 对于过度开采自然资源, 引起的生态变化问题, 应深度思考。 近些年, 由于大力主张经济建设, 很多地区因地质疑, 寻找出一条符合当地的发展之道。 但在这样的地区里, 不乏一些利用自然资源, 使经济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 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后续所带来的生态问题, 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新时代, 我们在取得经济发展胜利的道路上, 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而是要寻求经济与生态的共存。 整篇报道洋洋洒洒, 将近一千字, 虽然占据整篇报道不大的篇幅, 但张国金看了一遍又一遍。 透过明亮的窗户, 阳光温暖地洒进来, 洒到办公桌上, 洒到报纸上, 洒到张国金闪闪发亮的眼睛上。 在他的脑海里, 忽然闪过一道光, 如同外面明亮耀眼的太阳, 带给了他一丝希望。 直到把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十几遍, 把齐立东那篇报道的每一个字都刻在脑海里。 经济和生态共存一词, 还是他第一次听到, 这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拿起电话, 他迅速拨通一个号码。 你好啊,张总。 齐记者,你好。 哈哈。 寒暄了一句, 齐立东突然在电话里莫名其妙地笑起来, 我和小和打赌。 我说张总一定会给我打电话, 小和还不相信, 怎么样? 现在信了吧。 最后一句, 张国金知道那是齐立东, 在对旁边的小和说话, 因为他已经听到刘小和轻轻地笑声了。 没等他和刘小和顺着电话打声招呼, 齐立东继续说道, 不过, 比我预想的打电话时间晚了一个星期。 张国金问, 齐记者知道我一定会和你打这个电话。 当然, 我想张总遇到点难题, 原本以为我这篇报道发出去的第二天, 张总应该就会给我打电话, 没想到这都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 张国金犹豫了一下, 没做解释, 他总不能告诉齐立东, 这一个月都是在喝酒吧, 压根就没看报纸。 齐记者, 你等我, 我现在就去省城找你。 张国金看了那篇报道, 一下子有很多问题想和齐立东交谈, 而且是迫不及待的那种心情。 哈哈, 齐立东又笑开了, 不麻烦张总跑一趟, 我就在平山县。 你在平山县, 张国金感到意外。 是, 这不是快过年了, 我带小和回趟娘家。 齐立东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张国金马上又说, 我现在就要见到你。 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口气, 过于有些命令的意味了, 慌忙改口说, 齐记者, 我找个地方, 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带小和过来, 我们聚一聚。 没问题张总, 等我晚上安排。 齐立东说了一句话, 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 张国金又把报纸看了一遍, 经济与生态共存, 如此先进的理念, 真是讲得太好了, 不愧是省城著名的记者。 他坐在办公椅子上, 转了半圈, 盯着后墙上那幅长画, 背景是笑容灿烂的杨家庄村民。 看了有一会, 他也跟着笑起来, 一如在画中他挂着大红花, 笑容灿烂的样子。 整个身子也跟着难得地放松下来, 一扫之前的阴霾。 等到天色渐渐暗下来, 齐立东打来电话, 约到一个安静的餐厅内, 张国金收拾了一下一桩, 尽量让自己显得精神。 公司的员工正好到下班时间, 张国金和大家坐在一个电梯里, 等员工们看到那是董事长时, 纷纷不自觉地往旁边让出位置。 相比于和董事长坐一个电梯, 他们没有感到多少惊讶, 平时这个董事长也是亲切近人, 没有架子, 他们惊讶的是, 竟然看到董事长出来了, 看上去又和以前一样神采奕奕。 谢君让员工不得透露董事长的行踪, 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董事长天天喝酒, 这一个月来, 几乎不过问公司的事传出去, 影响不好。 而现在看到董事长的状态明显不一样, 他们感到惊讶的同时, 又感到惊喜, 不过也只是一瞬间, 估计董事长打扮这么力整, 一定又是喝酒去了。 临下电梯时, 又遇见了谢君。 谢君倒是没有多少惊讶, 他试探着问, 国金, 你这是去哪儿? 约了个朋友吃饭。 谢君一听和朋友吃饭, 心里莫名地又开始生气, 不用说, 今晚准又喝个烂醉。 他想说点什么, 可当这员工的面, 又不好开口, 说些朋友兼指责的话。 毕竟张国金的身份在那摆着, 再怎么着, 董事长的面子得维持住。 没办法, 谢君只能在那声闷气, 气呼呼地一句话也不说了。 等到电梯下到一楼, 电梯门打开, 谢君第一个走了出去, 这可让其他员工看得目瞪口呆。 正常有董事长在的时候, 怎么着, 也得董事长第一个出去。 谢君憋着一肚子气, 明面上的话他不好当着员工说出来, 只能以这种行为默默表达 他对张国金约朋友吃饭的抗议。 张国金看了一眼, 并没有在意谢君的行为, 而是无奈地摇摇头, 大家对他失望, 太正常了。 这一个月, 他的表现确实不尽人意。 他想喊住谢君说几句解释的话, 正巧, 也不是巧合, 谢君看到白天来过一次的几个小子, 又来了。 这说不上巧合遇见了, 明显的对方是看白天进不到公司, 索性在外面等张国金出来, 一般晚上下班这个时候, 正是喝酒吃饭的时间。 谢君的火气当场就压不住了, 他正愁没地方发泄呢。 张国金刚才说了, 约朋友去吃饭, 那自然不用说, 张国金约的朋友肯定是这几个小子。 他走过去, 要教训一下这几个小子。 而那几个小子看到谢君一脸怒气的同时, 刚想走开, 他们又看到出来的张国金, 立马像看到救星似的, 不走了。 大哥, 你可算出来了, 搁几个等你一天了。 其中一人热情地喊道, 对于谢君气势汹汹的样子, 完全不在乎。 还当着张国金的面, 毫不客气地对谢君说道, 我大哥来了, 昨天我们就约好了, 今天还去喝酒, 你要是十项点, 趁早滚蛋, 等我当上经理, 不至于当场开除你, 省得你在公司丢人。 谢君当然不相信这几个人的鬼话, 张国金开除谁, 也绝不可能开除他, 但是他对几个小子 缠着张国金喝酒的行为, 非常愤怒, 谁知道会不会被这几个小子拉下水。 大哥, 今天咱去哪儿吃, 我想吃鲍鱼, 昨晚你可是答应弟弟的, 去最好的饭店。 一个小子搓着手, 兴奋地说道, 看着对方见到张国金, 像是看到靠山有恃无恐的样子, 谢君气不打一处来。 国金,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要么你今天跟他们喝酒, 要么我这个经理不干了, 你选一个。 谢君是真的生气了, 他收起教训对方的心思, 现在他更想要张国金一个态度。 同样的, 那几个小子也在等张国金的态度。 大哥, 跟他废什么话, 你现在就把他开了, 以后搁几个跟你打江山。 对, 咱搁几个才是一条心, 谢君和那几个小子同时望向张国金, 都在等一个答案。 而张国金一头雾水, 他甚至有点想不起来眼前的几个小子是谁, 叫什么名字。 昨晚是和他们喝酒吗? 张国金很快摇摇头, 这不重要。 走到门口的轿车前, 他对谢君说了一句, 把他几个小子扔得越远越好, 也不嫌脏了公司的大门。 一句话, 弄得那几个小子愣在原地, 谢君也愣了, 不过这正合他心意, 当即扭着几个小子又是打脑袋, 又是踢屁股的。 打完了, 他拍拍手看着轿车消失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 陷入了疑惑。 夜幕降临, 平山县新城哪里还能看出是十几前的老破旧环境, 和大城市是愈来愈接轨了。 灯火辉煌, 车水马龙, 繁华的街道两侧是各式各样的店面, 闪烁着五彩流光的霓虹灯。 一家安静的西餐厅内, 吉利东和刘晓和坐在一侧, 对面坐的是张国金。 一别几年, 晓和是越长越漂亮了。 重逢的喜悦, 让张国金浑身放松。 国金哥, 你看你, 又笑话我, 我都是当妈的人了, 哪还谈得上漂亮啊? 刘晓和已退去之前的青涩, 再说起开玩笑的话, 也显得落落大方了。 张国金并没有说假话, 他是真的好看了不少, 以前有些轻瘦, 结过婚之后身子风雨了些, 脸颊上圆润了, 人也就跟着精神。 吃的是牛排, 张国金一直对这种西餐的饭菜不习惯, 但看其利东和刘晓和吃得有模有样, 他也只能大口地吃起来。 说实话, 就那小小的一片牛排, 两口就吃完了。 刘晓和笑说, 要用刀切成块, 一口一口地慢慢吃。 张国金笑称, 比不上你们年轻人的小资产阶级, 老了, 不懂什么浪漫了。 是老了, 一晃眼, 从刘晓和最初去矿场到现在, 说十年, 也得有了。 免不了回顾过往, 好似人老了, 总想往后看看, 看看走过的那些路, 矿场, 杨家庄, 老方, 矿场的其他人, 产业基地, 还有那些村民。 当谈到杨建民的时候, 刘晓和突然低下头, 神色哀伤。 对于杨建民, 人们一边敬佩的同时, 又觉得让人可怜。 三人除了叹息, 便是沉默。 无言是回忆一个人最郑重的表达方式。 而人世间最大的喜悦, 是来自老友重逢。 一个月以来, 这顿饭是张国金吃得最满足的一次了。 三人相对而做, 谈旧事, 谈家庭, 谈孩子, 但张国金今天并不是来叙旧的。 他有很多问题, 想和齐立东交流一下。 刘晓和看了一眼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起身胯上包, 国金哥,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 想和立东谈谈, 改天咱们再叙旧, 我先回去, 立东我就交给你了。 张国金笑意盈盈地说, 放心吧, 我一定把齐记者完整无缺地给你送过去。 不准喝酒哦。 刘晓和临走时, 俏皮地嘱咐了一句。 在张国金微微点头下, 刘晓和背着包离开了西餐厅。 在这时, 齐立东长舒一口气, 哎呀, 不知道女人怎么老是喜欢这种环境, 吃又吃不跑, 喝也喝不尽兴, 走, 张总, 咱换个地方, 小酌两杯。 张国金没有立刻起身, 抱着膀子, 望向齐立东, 调侃地说道, 没想到, 我们鼎鼎有名的齐大记者, 也有怕老婆的时候。 哈哈, 齐立东开口大笑, 人家女人给咱操办家里, 咱也不能老给人家找不痛快, 对吧? 张国金认同地点头, 能看出齐立东很尊重刘晓和, 两口子生活得很幸福, 他打心眼里为刘晓和感到开心。 出了西餐厅的门, 齐立东张罗着找个小酒馆喝酒, 这么快就忘了晓和的嘱咐了。 张国金问了一句, 齐立东回答说, 那不一样, 这不见到张总了吗? 平时, 我肯定听小和的话, 你放心, 今天就算是喝了酒, 小和也不会生气的。 张国金有理由相信刘晓和不会计较, 但是他今天确实不想喝酒。 他对齐立东说, 酒就不喝了, 随便走走吧。 齐立东抬头看了一眼夜空, 这个天, 在外面走。 眼下正直深冬, 基本在零下六七度的天气, 在餐厅里还不觉着, 出了门, 稍微待一会, 刺骨的梁亿隔着衣服, 直往身子里钻。 寒冷能让头脑保持清醒。 张国金只说了这一句话, 齐立东立刻懂了。 那好, 来这几天也没好好地转转, 正想看看平山县新城的发展呢。 齐立东随处打量着, 快到晚上九点了, 大街上的人仍然还有很多。 在各式高档店面的吸引下, 天气似乎不值得再去畏惧。 齐记者, 你的那篇报道我认真研究了, 其中提出的经济和生态共存的理念, 非常有独到的见解, 齐记者不愧是省城日报的笔杆子啊。 张总是打算夸赞我一夜了。 在不停经过的人群中, 张国金停下脚步, 认真的说道, 我更想听听对生态一词的理解, 越详细越好。 齐记者微微吸了一口凉气, 他知道今天的谈话对张国金意味着什么, 他也知道张国金想去做什么, 因此对这个问题, 他回答的也是非常慎重。 生态, 顾名思义, 是指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状态, 所谓生态一定是自然进化的环境。 且同时产生新的能量。 能量, 张国金细细思考着这两个字, 齐记者, 不是我奉承你, 实在是你提出的各种名词, 对于我来说, 过于深奥了些, 你的学识在我之上, 这是事实存在的。 齐立东笑了一下, 张总不必过分谦虚, 不明白可以理解, 总归是我所处的行业, 有所不同。 报社这类单位, 对各类名词的用法考究 和规整严肃性, 自然不是其他社会单位能比的。 张国金甚至认为, 像他这样的企业老总, 在社会上是永远不会短缺的。 而往往那些人, 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好机会罢了, 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机会。 再加上自身的实力, 想不成功都难啊。 但是记者不一样, 需要渊博的知识, 和对社会的见解, 缺一不可。 而像齐立东的记者更是难能可贵, 因为他多了一种很多人都不具备的特质, 那就是正义感。 齐立东意识到张国金不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 于是换了一种说法。 我们就拿杨家庄举例。 听到杨家庄, 张国金眼睛里难掩悲伤, 这被齐立东看在眼里, 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继续说道。 杨家庄的乡亲们本身便是生物生存, 而, 乡亲们每天下地劳作为自己提供食粮, 便是发展的状态, 多年下来, 土地变成庄家地, 杨树变成杨树林子, 河沟有草, 水里有鱼, 树上有鸟, 给乡亲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这是多少年来积攒下的成果。 换种说法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自然进化的环境。 齐立东解释得很通俗, 这下子张国金要是再听不明白, 说他是圆火集团的董事长, 别人一定会笑话的。 那能量, 张国金对这个词更为陌生。 齐立东突然沉默下来, 他在想怎样能让张国金更好地理解这个词语。 很快, 他想到了。 感情。 齐立东突然拍了下手, 好像在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而鼓掌一样。 对, 就是感情。 感情, 张国金还是有点无法理解。 还拿杨家庄举例, 多年生活下来, 人们传宗接代, 父辈与子辈有感情, 邻居与邻居之间有感情, 相亲与相亲之间有感情。 往大了说, 相亲对土地有感情, 对村里的每一棵树, 每一株草有感情, 对村里每一样存在的东西, 都有感情。 这种感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每个相亲的心里, 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能量。 能量是流动的, 感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比如杨家庄此次搬迁,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这种对村子的感情也会越来越淡, 能量也会随之减弱。 能看出能量一词很难解释, 又极其重要, 齐立东说了很长一段话。 张国金算是听懂了, 就比如乡亲们守护学校, 也叫能量。 是这样理解。 齐立东表现得很兴奋, 像是一个老师去教一个笨孩子学一道难题, 那个孩子突然毛色顿开, 当老师的自然难掩高兴。 感情有深有浅, 能量也可大可小, 还有一种能量, 是张国金没有开口去提出来的。 每每想起杨建民, 他心里总是心如刀脚般的痛苦, 杨建民为了救孩子, 最后牺牲自己, 那种能量是巨大的。 所以, 乡亲们才会誓死保护学校。 我懂了。 张国金微微点头, 我们还是谈谈现实存在的问题吧。 两人不知不觉间, 已来到一处清静的小公园内, 齐立东伸手示意了一下旁边的露天座椅。 在谈现实问题之前, 我想问张总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张国金坐到木制的椅子上, 其记者, 你尽管提, 今晚我们畅所欲言。 好, 我想问的是, 杨家庄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嗯, 两年, 或是五年, 十年之后。 张国金闭上眼睛, 双手枕在脑后, 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 杨家庄要不两年, 整个地质会向下下沉一到两米, 下雨积水, 地层反水, 会成为一片大水坑吧, 不适宜再去居住。 他能想到的, 仅仅如此了。 齐立东微微点头, 张总说得很对, 但仅仅只说对了一部分。 张国金睁开眼睛, 看向齐立东。 还有更多的部分, 要比张总想象的严重得多。 未来十年里, 深陷地表, 的确像张总说的那样, 连年降雨, 地下反水, 会形成一片大水坑, 而一些浅的地表层, 则会变成一片烂泥潭。 发那篇报道之前, 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以及现实存在的案例, 很多地区都会把过度开采自然资源, 所留下的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当成城市垃圾的存放地。 可以想象, 那时候杨家庄的土地上, 会是一片垃圾遍地, 污水横流的脏乱之地, 别说人了, 估计连牲畜都不愿意涉足。 张国金没有接话, 再次闭上眼睛, 想象着齐立东口中所描述的样子。 齐立东绝不是在空口说白话, 从黄永康焦煤厂污染一室之后, 他对环境方面的问题, 一直在做深入研究, 这也是张国金之所以称他为 富有正义感记者的原因。 能从一方面, 为社会, 为人民生存环境而发声的记者, 张国金愿意把齐立东 作为所拥有不多朋友中的其中一个。 齐立东继续说道, 其实成为垃圾厂还好处理, 总归是在地表层, 但据我了解, 一部分地区的生产型企业, 会把生产中产生的有害污水、 有毒金属液, 倾倒在这样的深陷区内。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 渗透到地下, 将会彻底改变生态的环境。 通过齐立东的描述, 张国金完全能想象到, 也许在十年后, 甚至用不到十年, 经济发展如此快速的情况下, 会需要大量的资源作为消耗, 反之杨家庄将彻底变成一片死寂之地。 太可怕了, 张国金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 同时身子微微地颤抖起来, 或许是因为天冷的缘故吧, 他又这样安慰自己。 可齐立东不这样认为, 别看他和张国金没有天天相处, 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 但他却非常了解张国金, 准确点说, 是张国金这样的人, 一定会表现出某种特质。 比如说, 一个人善良,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爱护小动物, 一个人正义,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就叫一定会表现出的特质。 再比如, 齐立东发表那篇报道之后, 就确信张国金一定会给他打电话, 这也是特质。 因为张国金通过那篇报道, 一定会联想到杨家庄。 杨家庄对于张国金又具有深深的感情能量。 或许倒插门的张国金无法像村民那样, 深爱着每一片土地, 每一棵杨树, 但张国金深爱着那里的每一个人。 那里的人, 对他产生的影响太大了, 能坐上今天远火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能拥有今天的名利, 离不开杨家庄相亲在背后的贡献, 所以他爱着杨家庄, 像杨建民一样, 深深地爱着那片土地。 齐立东逝时的停下讲话, 任由张国金陷入思考当中。 张国金正在想, 他爱着的那些人, 爱着的学校, 在将来多少年后, 躺在一片垃圾遍地, 污水横流的死寂之地里, 这让他再次心如刀脚, 而且比任何, 一次都要剧烈, 心脏像是被人狠狠地攥住, 无法呼吸。 那些人为杨家庄付出了一切, 甚至包括生命, 可他们死后, 却要躺在那样的环境里, 怎么能让人安心呢? 想到这里, 他仰着头, 微闭双眼, 已满含热泪, 他在问自己, 该怎么做呢? 杨家庄不该是这个样子, 以前他听别人说, 现在, 他对自己说, 可是答案又在哪里? 答案似乎只有齐立东能告诉他了。 齐记者, 还请你解惑。 张国金为了不让齐立东看到他流下眼泪, 仍然投靠一倍, 仰齐脸看向夜空。